埋伏警車來到路口左轉 直接停在藍色貨車正前方 遠景下的車要求貨車駕駛 以及其他人通通出來接受盤查 沒多久又來了兩輛警車 貨車上的人當場被包夾 想跑也跑不掉 都不會講話 拖那麼多電線不會講話 不用去那邊 倒起來帶回去的 路往的三名男子知道逃不掉 只好乖乖配合 二十五號凌晨三點多 桃園警方貨爆 一輛貨車在中央街附近徘徊 心機可疑 經調查發現那裡就是住宅工地 裡面大量電纜線通通被偷走 原來陽性嫌犯等三人凌晨來到工地 偷走重達800公斤的配電用電纜線 接著開貨車離開現場 研判該自小貨車 疑似也為該冠切所使用 所以偏拍警力在附近埋伏 帶來冠切回到車上 霸動行駛之際 實施攔檢為虎 由於陽性嫌犯是貫切 專門偷電纜線 變賣換錢 為了躲避遠景追汽 特地租了一輛貨車 結果還是被警方布下天羅地網 帶一個正著 TVN新聞廖宗慶 黃靜芬 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小鈴鐺